綠色的錶 大家好,我是大連禮 我是在福德街84項7號 我是高財富 依針對區內十一公尺計畫道路工程 建築建議西側福德街84項 設十五公尺寬帶壯士開放空間 使工程以同年一百零三年中同步動工 建議西側福德街84項 舊園園那個牆能將進採取 以共附近社區 社區軍民能夠進入重塑休閒運動 踏進住處 三、因方便重行工具機械進出 以必變當地交通阻塞 一律工程順利完工 四、工程同步進行可避免工程延檔 以達事辦公的效果 五、以上建議 恆情主席 委員慎重討揚 謝謝靈聽 各位大家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已經 延誕很久了 每次在開會在講的人 都是同樣一些人 那我是不是很簡單就是說 這些人是不是都有代表 我們這個禮民 都是代表這個禮民 是當地的居民來發聲嗎 對不對 那都是環評的或是什麼單位 那不是當地的居民 那他能代表嗎 所以每次發言都是這些人 那我的意思 我的意見這樣子 我們是中坡裡的 那我們中坡裡 我們原則上 都是贊成開發 當初我們做 我們有連署書 是每一戶 一個代表 每一戶都有一個 都簽名 都有留家裡電話 不是留行動電話 這個都是有四十的三四百戶 我們都是贊成的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意見 我們反對的人 我也很高興 你們反對有你們的理由 但是贊成呢 你不能否決到我們的贊成 比如講 像我們 我們中坡裡的 就在福德街 跟大道路 都是屬於我們中坡裡的 那我們這邊都有連署 那我覺得說 什麼日照權不日照權 沒有關係 那你們覺得 乾脆就是很簡單 全部把房子 全部蓋到我們福德街 或是說大道路 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那所以 就是說 我們大概有 就是每次 也不用再開了 為什麼 每次開了都是這些人 都是這個意見 開了沒意義 你知道嗎 那所以 我的建議是說 你們不想開發的 你要把它變成公園 我也很高興 但是我們想要贊成的 請你們 也不要去否決我們 好不好 我們是 大家都公平的 好 謝謝 五十六號 主席你好 還是這樣子 我六四年就住在那邊 沒有過六四年 我是這樣子看法的 如果說 各有各說法 那希望說 假的意見 跟乙的意見 如果能融合 如何能融合呢 就是說 那 他不希望 將他們 就是 靠近那個 哪邊的 就是說 他們不希望 蓋的 就盡量 配合他們的人 你們喜歡公園 希望說怎麼樣的 就 你們那邊就是公園嘛 那我們這邊是 贊成的 希望說 能蓋的 那就將蓋的地方 靠近大道路啊 跟那個福德街這邊啊 我跟洛先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老鄰居了 大家三十八年的鄰居了 那我希望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其他的團體呢 如果綠色團體 你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你不要加入我們這邊 你可以給予其他的意見 綠色的意見 可是你不要給予一個建設性 其他很不好的意見 去影響其他的居民 你這樣子就好了 好 謝謝